和死对头提出分手 他冷哼一声转身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 晚上 我接到酒吧小哥打来的电话 这位女士一直在哭 您方便过来接他一下呢 我会和死对头柳如烟恋爱 源于一场豪赌 两天前的朋友聚会 恰巧碰上圈子里最小的一位兄弟成年 于是他吵着嚷着 要玩刺激点的游戏 奇料找刺激的是他 最终却刺激到我身上 成年人版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抽中和在场任意女性恋爱一个月 在快要掀破屋顶的起哄声中 我眼神环顾在场女性 该说不说都挺漂亮的 于是我松口 谈就谈吧 正当我准备物色恋爱对象 找刺激那小兄弟又开口 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当然要刺激到底啊 我无奈看他 你想怎么样 盲选他说 商量出的盲选方案很简单 在场单身女士各拔一根眼睫毛 我选中谁的睫毛就和谁恋爱 我本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毕竟一个接着一个去屏风后 把睫毛很有趣 直到柳如烟跟着起身 我纳闷 怎么他也了 他也是单身啊 柳如烟回头 唬我微微一笑 声音森寒 敢选我 你就死定了 我一领 默默给自己心里安慰 不要选到他 不会选到他 毕竟我和他的关系上来不对付 和他谈恋爱 那就是纯纯给自己找罪手 很快 睫毛收集完毕 找刺激那小兄弟 如同近视房的小太监般 给我端来一个托盘 我凑头过去看 七根睫毛 长短不一 有粗有细 他催促我 哎呀你快选 睫毛确实难辨主人 最终我选了气气的那根 并比出理由 女人的眼泪 我的兴奋剂 他看一眼睫毛上方对应的数字 询问 四号是谁 第一遍 无人应声 他再问第二遍 第三遍 柳如烟在他催命时的声音中 将纸团揉进垃圾桶 按骂一声 这下所有人都懂了 我沉默看向柳如烟 他无语抬头看我 眼尾还带着被拔眼睛后的薄红 瞧着波光练艳的 我纳闷 他的眼泪我不兴奋啊 我和柳如烟 就这样谈起了围棄一个月的恋爱 但再谈几天 我就受不了了 主要是柳如烟这人太烦 恋爱游戏规定 不管我和柳如烟私底下怎么弄 但只要有当晚任意见证人在场 我和他自动恢复成情侣关系 换句话说 见证人不在场 就不是情侣关系了 为此 我甚至决定 接下来一个月 都不和那些狐朋狗友碰面 谁知我能做到 柳如烟做不到 第二天 我就收到他以女友身份发来的消息 柳如烟 我答 吃早饭了吗 我震惊 你吃错药了 柳如烟淡定回 安妙一在旁边 安妙一就是那晚的见证人之一 于是我撤回上一条消息 耐心回复 还没呢 你吃了吗 柳如烟说 那下楼吧 一起 吃完一顿莫名其妙的早饭 柳如烟又邀请我 一起去图书馆自习 他约安妙一在场 我没好意思直接骂他 找借口推脱 不行 我约了室友开飞呢 安妙一在一旁请候 哪有开飞不带男朋友的道理 柳如烟又能辅助 还能送头 难道不该是开飞的首选吗 我为难地看向柳如烟 示意他说两句 柳如烟顺穷地举起手 我奶妈贼溜 我怀疑 他脑子坏掉了 我假意答应和柳如烟一起开飞 带安妙一走后 我将他拉到一旁的小树林里 你有没有搞错 不是说好 这个月避着点他们的吗 柳如烟表情无辜 安妙一救助我隔壁宿舍 我怎么变 你想想办法 我说总不能真的谈吧 他宁谋忘我 既然这么不情愿 当初为什么还要答应完游戏 我辩驳 那我当初不知道是和你谈啊 他脸色瞬间就黑了 和别人谈就心甘情愿 我不语 信心丢下一句 完了 你现在就是和我谈 等死吧你 然后就收到了来自柳如烟的死亡轰炸 他时时刻刻和安妙一在一起 我也就时时刻刻要和他保持情侣关系 偶尔慢带了他 柳如烟还要在狐朋狗友群里哭诉 今天的男朋友好冷淡 一句话炸出许多损友 怎么回事 你们才谈几天啊 你们不是在热恋期啊 博达是不是不想玩了 博达 你不遵守游戏规则 我忙为自己辩解 那俩也能生气吧 我烦他行不行 行行行 柳如烟你快哄哄他 柳如烟你男朋友生气了 快哄 柳如烟就这么赶鸭子上架班 当着一众损友的面 公然在群里发语音哄我 宝宝 生气了好不好 不夸张地说 那瞬间我全身的肌体疙瘩都起来了 群里的人 显然也被柳如烟这句话 刺激得不轻 各种业余声 起哄声不断 我匆匆下线 又是开电脑 又是观评版 即使努力忙乱 也终究没能抵消掉柳如烟那句宝宝的杀伤力 一整晚 就连做梦 柳如烟都在喊我宝宝 第二天 我顶着浓重的黑眼圈 将柳如烟约出来 分手把我说 还没到一个月 柳如烟迟疑 他们那边我去说 我语气坚定 这游戏我不玩了 太吓人了 柳如烟深深望我一眼 最终不屑一顾转身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 我松一口气 不管柳如烟是什么态度 这件事总算有个了结 我无女友一身轻 回宿舍抱着被子哺了美美的一叫 再醒来 是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我迷迷糊糊接通 听到那边小心翼翼问 你好 请问是柳如烟女生的男朋友吗 我是 不对 我不是 我自己都忍不住笑 我到底还是不是啊 电话那段的声音 礼貌又客气 这位女士一直在哭 您方便过来接她一下吗 我迷凳的双眼瞬间睁开了 实在不怪我如此震惊 主要是柳如烟这人 很难和哭这个词联系到一块 她长相虽然偏精致俏理 但真不是什么软萌好哭的小女生 柳如烟算是我们这群人里最早成熟的 在别的同龄女生 还忙着吃喝玩乐的时候 她早早地帮助家里 看起了公司的账目 甚至在高考前 还争分夺秒 与客户谈成了一桩大声音 就这抗压能力 你告诉我她能哭 还是一直哭 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到酒吧 酒吧负责人大概已经焦头烂额 竟然还只派了专人在门口迎我 我一路由她领着进了那厅 柳如烟的位置在角落 但里三圈外三圈已经围了不少人 我拨开人群走到跟前 看到了令我颇为震撼的一幕 柳如烟身上 还穿着白天分手时的那件白裙子 抱着酒瓶 哭得眼皮泛红 她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哭法 就是安静地坐在角落 抿着唇 像个受了委屈 但要倔强坚强的孩子 默默流着眼泪 偶尔的一声抽叶 看得人心都要碎了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周围会围着这么多人 因为她实在哭得太好看 她浑身充盈着精致又破碎的美感 哭得我都产生了一点不太好的念头 我及时止住瓶瘦的想法 朝她走过去 柳如烟 是我 你怎么了 柳如烟抬眸 清扫我一眼 她的眼睛被了运湿 眼神里还带着朦胧的醉意 这一眼扫得我心碰碰跳 我慌张挪开视线 问一旁的负责人 她到底喝了多少 就一瓶 她懊恼道 早知道她酒量就这么多 我们说什么 也不会给她上酒了 我走进柳如烟问她 还认得我吗 她不理我 但默默在掉眼泪 我无奈在她身边坐下 到底怎么了 你不是这么爱哭的人啊 柳如烟没打 但酒吧负责人答了 她不想和你分手 她语气甚至在哀求 你别和她分手了 你看她这样子 你快哄哄她吧 围观群众附和说着 是啊是啊 我直觉不是这个原因 但还是哄嘛 你不想分手的话 我们就不分啊 柳如烟还是没反应 但围观的人急了 他们激情的出谋献策 告诉我要如何哄一个哭泣的女朋友 大庭广众之下 我拿好意思 我问柳如烟 我带你回去好不好 她这回有反应了 轻轻嗡了一声 乖乖的 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被酒吧老板护送上车时 我都在想 我既然对哭的柳如烟有想法 我怕不是个变态吧 时间早过了宿舍门禁 没办法 我只好将柳如烟 带回我市中心的公寓 万幸的是 在车上睡了一觉的柳如烟 已经不哭了 刚醒的她有点猛 但正在乖巧听话 我让她喝水就喝水 我让她擦脸就擦脸 一直到我 命令她上床睡觉 她都乖乖听从 这模样实在过分乖了 我心仰难耐 恶趣未尚痛 我把手机对准柳如烟 打开视频录制 柳如烟跟着我念 她窝在我的松软被子里 轻轻抬眼看我 我说柳如烟是笨蛋 她跟着说柳如烟是笨蛋 我笑一声 再道柳如烟是爱哭鬼 她说柳如烟是爱哭鬼 我突然有点想知道 醉酒的柳如烟 到底有没有意识 再道柳如烟喜欢计伯达 她一顿 还是跟着念 柳如烟喜欢计伯达 原来没意识 我这样想 毕竟柳如烟是 亲口说过讨厌我的人 我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 顺手灭了卧室的灯 第二天醒来时 柳如烟已经为我备好早餐 她身上依旧是 昨天那套折腾脏了的白裙子 头发也乱 偏偏仗着那张脸 看起来颇有落魄公主的意味 她将热牛奶放上餐桌 柳说 谢谢你昨晚收留我 她来清醒了 我朝她走去 咬下两口三明治后 忍不住问 你昨晚为什么哭 柳如烟声音冷淡 我不想说 是因为和我分手吗 她抬眼看我 我们又不是真的在一起 分手我有必要伤心 我的重点一片 那要是真的在一起 分手你就会伤心 柳如烟一噎 她慢条四里的吃完 最后一口三明治 反问我 我们会真的在一起吗 不会 这一点我和她都心知肚明 她讨厌我 我也 我也不怎么喜欢她 我门头咬三明治 硬塞了几口 实在没能忍下这口气 她在高傲什么呀 我故意说 你昨晚喝醉了 还说你喜欢我呢 柳如烟呛呛一声 她呛得满脸通红 嘴里还在说着不可能 视频未正 我把昨晚录下的视频 放给她看 看过视频后的柳如烟淡定说 你逼我说的 我没 你就有 她一台下巴 视频未正 我愤愤道 那我昨天让你说 喜欢安妙一 你怎么不说呢 你没说这 她书弟净声 我正了正 满眼狐一看她 你昨晚到底醉没醉 醉了 柳如烟这样打 那你还 没有人规定 喝醉酒必须断片吧 她好像在转移话题 又好像没有 我还知道 你昨晚都对我做了什么 我情不自禁 为自己辩驳 我根本没做什么 她语气轻巧的质疑 口口声声说着 讨厌我的你 却对醉酒的我爱不失手 这还叫没做什么 她书弟靠近我 猝不及防地问 你该不会是偷偷暗恋我吧 不可能 我极力反驳 仿佛声音不够大 就显得我的反驳 不够有力一样 柳如烟嘴角的笑意一僵 在凝制的气氛中 我和她哥在桌面的手机 同时亮屏 是狐鹏狗友群发来的消息 艾特全体成员 大家把这周末的时间空出来 我哥一朋友 在骑山的度假村刚刚弄好 我们过去玩两天 哇 要去跑温泉 听说 那里是情侣约会圣定 该不会到处都是小情侣吧 情侣怕啥 我们也有情侣啊 艾特柳如烟 艾特级伯达 小情侣出来说话 柳如烟诧意道 你没和他们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事 没来得及 那你要现在说吗 哈温 我看向他 你很想我说 不想 我还没来得及深究 这句不想的深意 柳如烟已经解释 毕竟我不想 被他们说我玩不起 确实 当初会硬着头皮 答应这场爱情游戏 也是因为 那无形却必须遵守的游戏契约 我商量着 要不然先不分 随你 柳如烟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仿佛恋爱或是分手 对他来说斗无关紧要 我恨得牙痒痒 兴许是白天的柳如烟太过气人 晚上我又梦见了他 还是高二那年的他 他来到我的教室 坐在我的课桌上 与向我表白的几个女生搭话 纪博达有什么好喜欢的 又猜又爱玩 还是大少爷脾气 你们真能受得了 当时听完这句话的 我就跑了 毕竟我实在受不了柳如烟 如此贬损 但梦里的我没跑 还听到了柳如烟的后半句 他态度颇诚恳地祈求 我受得了 所以你们行行好 就把他让给我吧 我惊慌地醒过来 还有些难以置信 我竟然在梦里 一迎柳如烟喜欢我 被柳如烟喜欢这种事 还要纯靠我想象吗 我还处在震撼中 柳如烟的消息发过来 男朋友 待会儿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敲字 安妙一又在你身边 杨他回 不然我为什么要这么叫你 我愤愤丢开手机 一瞬间 又气又木 又怨又恨 我心说你 柳如烟不就是讨厌我吗 我这就想尽办法勾引你 等你彻底喜欢上我 我再狠狠甩掉 我看你到时候 还怎么冷淡自吃 周末 天气情好 我们一行人来到 祁山的度假村 安妙依仗着组织者的身份 清点在场人数 突然疑惑 庞伯呢 庞伯就是当初 那个要找刺激的男孩 有人答 去拿房卡了 很快 拿房卡的庞伯回归 他逐章分发 发到我和柳如烟时 手上就剩下一张房卡 安妙一纳闷 你怎么少拿一张 前台那姐姐就给这么多 她将房卡放在 我和柳如烟的中间 要不小情侣 就住一间房吧 柳如烟当即与我拉开距离 她起身说 我去再要一张 就住一间啊 我冲着柳如烟的背影说 女朋友 你不会是不敢吧 周围瞬间欧又剩一片 你俩完真的 我靠 伯达你以前不是看到柳如烟 就不顺眼吗 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的 我们可没要求完这么大 你们小情侣自己把握尺度 别玩肚子起包那一套 柳如烟在一余声中回头 我拘要的与她对视 她输一口气 你真想和我住一间 当然啊 我说柳如烟最终还是妥协 她如怯怒的小媳妇般 或者我们两人的行李箱 亦不亦去跟在我身后 我走在前 偶尔回头 就看见她一脸的苦大仇深 我忍不住笑 这才刚刚开始呢 进房间后的柳如烟 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不自在 可能是狐朋狗友的那番鱿鱼 里面遐想 也可能是房间那张大床 给人无限引你的空间 总之 此时的柳如烟 就像是熟透的下 红的通透 我看她 你怎么了 她抬手扇风 有点热 我故意说 那你把衣服脱下来吧 柳如烟煽风的动作一顿 我突然又不热 我忍着笑 从她手中接过自己的行李箱 蹲在地上整理 柳如烟在房间内踱步 从她焦躁的脚步 不难看出 她此时坐立难安 忽然 她在我面前停下 你怎么会想我们住一间房 我眨眨眼 我们现在毕竟是情侣 住一间不是很正常吗 柳如烟犹疑 可是 我拿她当初的话呛她 你这么玩得起 不会是不敢吧 我有什么不敢的 柳如烟说完这句话 似乎冷静下来 也开始整理她的行李箱 风撩开窗边的白色沙帘 我意外看到 窗外还有一方温泉丝烫 我心起到 房间里也有了 我们晚上要不要一起泡 喷的一声 柳如烟的行李箱 放在地上 她顾不得扶起来 看都不看我一眼 门头落荒而逃 不禁嘀咕 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照柳如烟这速度 要她喜欢上我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我心情颇好地哼着小曲 群里的兄弟在呼唤 一起去泡温泉 我视线环顾带来的两条泳裤 一条是短小的紧身泳裤 可以充分展示肌肉 我故意带过来 勾引柳如烟的 既然柳如烟不在 我果断换上那条宽大的沙滩裤 谁这衣服才换好 柳如烟就回来了 她盯着我看三秒 叔弟背过身去 仰着头 手还捂着鼻子 这反应 我情不自禁 低头审视自己 这也看不出来傻啊 我还后悔了 要是知道她回来 肯定穿上那套紧身的 给她致命一击 柳如烟问声问气说话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 我已经穿好了 我没好气说 柳如烟仍旧没回头 黄伯他们联系不上你 让我来喊你一声 他们要去泡温泉 哦我这就过去 柳如烟从衣柜里 取出一件浴袍 任我身上说 穿着过去 我手里 揪着浴袍的继带 缓缓夺不到她面前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柳如烟嘴硬道 没什么好看的 我故意逗她 可是你都流鼻血了 柳如烟惊慌一抹鼻子 结果手指上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我笑着拍她的肩 逗你玩 在柳如烟错愕的眼神中 我悠哉悠哉出了房门 你打温泉池的时候 磅礴他们已经在那了 我打 快下来 有人招呼我 我将浴袍扔在一旁 抬腿下水 立马收获一堆赞叹 我去 你竟然有八块腹肌 柳如烟看过了吗 柳如烟看过了吗 我估计没看过 不然她怎么放心 你就这样出门 我贴着温泉石壁 纳闷 这和柳如烟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你们现在可是小情侣 周围的狐朋狗友 颇入戏地说 我简直无语 又聊了一会儿八卦 好友一时兴起说要自拍 只有我的浴袍扔得最近 于是我取来手机 贡献给他们拍照 嘻嘻哈哈拍完 又到了选照片发照片的环节 我本来舒舒服服泡在池子里 突然就听耳边 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柳如烟 跟着我念 柳如烟是笨蛋 柳如烟是笨蛋 周围的我靠声此起彼伏 我着急要抢回手机 可越急就越慢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看完了视频 首先翻到视频的女孩认错 我打 抱歉 我以为前面还有照片 没事 我终于拿回手机 心有余悉的西平 八卦小能手们 在一瞬间全位上来 我靠 视频是怎么回事啊 视频里真的是柳如烟吗 那个高冷郁姐的柳如烟 我靠 她好郁啊 她是哭过吗 她怎么哭过之后 这么好看 你俩该不会真的在一起了吧 我剪重点澄清 还没在一起 视频是她喝最后拍的 实在难以解释 当时拍赛视频的心情 只好随口胡周 我怕她以后还要惹我生气 必留的把柄啊 好友重点很偏 她真的醉了吗 我看着不太像 这就是故意勾引了吧 你看她还趁机表白呢 我原本以为是哭过 可我现在觉得 那泛红的眼皮 都有可能是化的哭状 我去 柳如烟好手段啊 我忙打断她们的胡乱猜测 不是 她是真哭过 不信 她那种性格怎么会哭 不信 她肯定是知道 你喜欢爱哭的女生 所以故意哭给你看 不信 不管你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不信 我无奈失笑 游戏而已 柳如烟怎么会勾引我啊 况且更荒诞的现实是 目前还是我在勾引柳如烟 一群人就此罢休 泡王温泉返回房间的途中 黄柏忽然将我拉到一旁 那个 她语气吞吞吐吐的 柳如烟可能真的在勾引 嗯 她悄悄和我说 之前选睫毛恋爱的环节 我看到柳如烟 故意等眼睛 湿了 才去拔睫毛 她说 她好像是知道 你会选湿的那一根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炸了 关于我喜欢爱哭的女生 其实不是秘密 我看小说 或者看电视剧 看到女主为爱落泪的环节 心脏就会像是 为什么轻轻攥了一下 酥酥麻麻的 那酸涩的过电感 致使我每次看到女生落泪 心里都不太冷静 我疯狂上头 发朋友圈 发微博 发在我能想到的任何地方 女人的眼泪 我的兴奋剂 可能是因为这样 柳如烟也知晓了这件事 但要说 她哭是为了勾引我 我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她讨厌我是事实 思前想后 我决定还是试探她一下 我等在房间 一边等她 一边想着试探她的方法 可一直等到半夜十一点 柳如烟都还没回房间 我不由地给她发消息 你在哪 柳如烟没回消息 但她回了房间 此时我正躺在床上 她似乎不太好意思 与被窝中的我对视 总是不自觉移开视线 安妙一邀请我通宵打游戏 我过去和她一起 划闭 她抱起了酒店的枕头 我摁住枕头不让她抱 她房间没多余的枕头吗 有 柳如烟烟烫手似的松开枕头 她瞥一眼我 再说 我就是过来和你说一声 我今晚不回来睡了 这摆明了 就是她找的借口 眼看着她的背影远去 我忙到 可是我不舒服 柳如烟的步子顿着 我再道 柳如烟 我不舒服 她走回来了 走到我的床边 低头望着我的脸颊 哪里不舒服 不知道 就是不舒服 我缩进被窝里 声音是我自己 都没意识到的 柳如烟探手 由于一瞬说 我摸摸你的额头 我放心大胆地任由她摸 还好不烫 她总结 又问 晚上吃了什么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新鲜的东西 和庞伯他们一起吃的 我说 估计没有 还是叫医生来看看吧 柳如烟不放心地说 我攥住她打电话的手 低声说 不用 你在这陪着我就好了 柳如烟的手腕 似乎在一瞬间变得滚烫 她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也没说 拖来矮凳坐在我的旁边 好 你睡吧 我在这守着你 我侧头望着她 柳如烟低垂着头没有看我 耳根却已经红了 一时间 我真的有种 她其实非常喜欢 我的恍惚错觉 我与她闲聊 你洗过澡了吗 嗯 达妙一房间洗的 嗯 为什么不回我们的房间洗 柳如烟呛呛了一下 在哪里都一样 你嫌弃我洗过澡的浴室吗 怎么可能 可你就是这样 我无理取闹 你都不愿意和我睡一个房间 今晚还打算和安妙一通宵打游戏 没有 柳如烟干嘛解释 那你喜欢我吗 行 柳如烟梳弟抬头 怎么聊这个 我故作委屈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打游戏吧 你只是不想和我待在一起 跨壁 我翻身背对着她 我知道的 你讨厌我 你连和我共处一世都讨厌 我都知道 你去陪安妙一吧 没关系的 我也不是那么不舒服 你去吧 不用管我 不是 柳如烟一时雨色 我怎么会讨厌你 可你就是这样的 沉默在室内蔓延开来 我只是怕我忍不住 柳如烟轻轻的说 你那么对我 我根本不可能忍得住 你在忍什么 我回头看她 柳如烟梳对探过身来 她一手撑在我的身侧 一手抬高我的下巴 深深的稳住我 她的气息缭绕在我鼻息间 她在低喘声中 渐渐红了脸颊 一吻完毕 柳如烟声音阴雅的说 忍住闻你这件事 即使情势已经明乱 我还是忍不住问 为什么要闻我 柳如烟郑重其事的说 纪博达 我喜欢你 我眨眨眼 没料到她在这时候表白 所以是我的勾引生效了吗 柳如烟愣了一下 随即失笑 原来 你真的有在勾引我 我挑眉 她抬手将被我 轻乱的发丝扶到耳后 这才说 但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勾引我这件事 她似乎没忍住 又低头轻了轻我 你不勾引我 我也喜欢你 我抬手推她 你先说清楚 别耍流氓 柳如烟笑着 坐回了那张矮凳上 她眉目弯弯地看我 我反倒被她 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我先发誓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柳如烟在这一刻急坦着 高二那年 我震惊 极力说着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那时候明明讨厌我 在柳如烟不解的眼神中 我将过往的情形复述给她听 不是讨厌 是喜欢 柳如烟这样说 我那时候想表白 怕你不答应 便想着 先去劝对潜在的情敌 柳如烟说 你一定没听到我的后半句 她说 我告诉他们 我会追你 有信心引过我的 都可以试试看 怪不得那群现殷勤的女生 突然间就眼气吸睹 那你怎么又不表白了 柳如烟低声委屈 你对我的态度突然恶脸 我以为是你知道了 我要表白这件事 再用行动表达你的厌恶 我恍然间全明白过来 我以为柳如烟讨厌我 而与她作对 结果她却以为 是我讨厌她喜欢我 而犹豫不前 一切都是误会 原来她早就喜欢我 我情不自禁问 你那晚哭是怎么回事 哭是因为伤心 我不想和你分手 她说 我们当时都不算是正式在一起 只是游戏 我都只配和你谈几天恋爱 我多失败啊 我不太幸 怀疑她是故意装可怜 并怀疑那晚她也是 故意哭给我看 玩游戏那晚的睫毛 是你故意弄湿的吗 不是 柳如烟说 把睫毛的时候 下手太重 一不小心就激出了眼泪 这说词和庞博的说词完全相反 我基本断定她在撒谎 她就是在蓄意勾引 和我所谎 想到柳如烟 那晚哭美女的样子 我不禁感慨 这人真是好手段 哭得我都变禽兽了 柳如烟突然问 如果你这两天是在勾引我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 你也有一点喜欢我 我装算 没有 嗯 她错愕 我只是想要勾引你喜欢上我 然后再把你狠狠甩掉 我故意说 既然你已经喜欢上我 那我就不用再费勾引的力气了 柳如烟委屈 为什么还没在一起 就想着要甩掉我 因为你不说实话 我这样答 柳如烟似乎反应过来 一秒 两秒 三秒过后 她红了眼圈 我答 我只是想勾引你 我有什么错 我 我简直大为震撼 说哭就哭的吗 能和我在一起吗 她的眼泪无声垂落 你 你别这么看我 我结巴刀 为什么不能看你 柳如烟还在哭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你还不让我看你 你好残忍 不是 你这么看我 我这个禽兽 脑袋顶不住啊 柳如烟将头贴上我的手掌心 蹭了蹭 宝宝 和我在一起 好不好 一瞬间 我感受到她脸颊的温热 也感受到她眼泪的湿润 我想 我其实也是喜欢她的吧 不然 为什么她第一次 喊我宝宝那天 我能心情激荡到夜不能寐 冲动和她提分手 不是讨厌 是喜欢吧 是怕游戏 玩得太过火 不好收场吧 我又回想到高二 我之所以因为柳如烟的贬损 和她作对 到底是讨厌她本人 还是讨厌她 不喜欢我的这件事 我反复确认着自己的思绪 最终回应她 好 我和你在一起 我亲身抱住她 在她耳边低声说 我也喜欢你的 柳如烟 假情侣变真情侣 最烦心的便是 这场爱情游戏怎么收场 距离一月之期还有十八天 也就是说 十八天后 我再和柳如烟年年糊糊 势必会被狐狠狗友发现 眼下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公开 柳如烟也赞成公开 甚至表明 一切都由她来搞定 可我总觉得怪怪的 前一秒 还是针锋相对的死对头 后一秒 就成为甜甜蜜蜜的真情侣 这怎么不怪呢 但恋爱要是真能偷摸谈就好了 和柳如烟正式恋爱的第三天 校园论坛上出现一片热体 金 尽管院校花 也有男友 佩图是学校的长风铃 身材高大的男生 将玲珑娇娇的女生压在树后 稳了得结结实实 我去 柳如烟的男朋友 这么热情 我还以为她要延续上一届 张盼盼的传奇 走高冷静域的人设呢 结果这才开学多久 你告诉我 这才开学多久 她男朋友是谁啊 有人扒出来了吗 完全看不出来 挡得严严实实 不过有一说一 这体型差真好客 看头发丝都知道是大帅哥 身材真好啊 哈斯哈 铁子迅速火爆 并在下一秒 出现在狐朋狗友群 艾特柳如烟 出来解释一下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那男生是纪伯达吗 我靠 你怎么看出来的 所以 这俩到底是什么情况 艾特柳如烟 艾特纪伯达 你们两人出来解释一下 真的在一起了吗 探头 我们的游戏规则 可没要求你们 随时随地亲亲哦 鄙视我和柳如烟刚刚结束 她拿纸巾帮我擦唇舟的口水 我恨恨到 以后不准再哭了 这一招对我没用 她温声应喉 看手取来叮咚不停的手机 又凑过来 在我嘴上亲了亲 我白眼看她 受不了这个亲亲黄魔了 柳如烟抱着手机说 曝光了 我跟着取来手机 这才看到群里的聊天记录 以及长风铃的那张网照 我一脚将柳如烟踢开 多怪你那天硬要亲 柳如烟摔在地上 六弟坐下与我商量 宝宝 可以公开吗 似乎也没有不公开的办法 我摆烂躺在沙发上 随便吧 柳如烟这才开始编辑文字 郑重其事地在群里说 谢谢大家 我和博大正是在一起了 早就该在一起了 不忘我们费尽心思撮合你们俩 明明就是互相喜欢 干嘛还要嘴硬 赶紧甜甜蜜蜜的吧 别让我们操心了 住久久 我抱着手机还在状况外 怎么回事 柳如烟从地上爬过来 坐在我旁边说 很显然 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相互喜欢了 我想起那些故意和柳如烟斗嘴的幼稚估局 将脸颊埋在他的发丝间 完了完了 我没脸见人了 柳如烟摸着我的头发 愧他一声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我又想亲你了 我连忙从他的脖梗撤离 拉开距离 我又有脸见人了 拜拜 他笑着扯过我的手 扑到我怀里 柳如烟已一吻封住了我所有未开口的话 迷迷糊糊中 我想 明天嘴唇真要肿得见不了人了吧